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最近巴以冲突再次升级 但是今年情况却有所不同 因为新任美国总统拜登 及其团队改变了在中东的政策和布局 以色列的影响力被削弱了 近些年来 在美国的支持下 以色列已经得罪了中东很多国家 但这一次为什么要威胁拜登 甚至招致中国的反感 5月10日至12日 巴勒斯坦哈马斯在以色列全国各地 发动了密集的火箭袭击 10日晚上 仅耶路撒冷一地就遭到了 至少150枚火箭的袭击 袭击原因是当天在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方发生冲突 以色列警察在冲突下 发射催泪弹 悬晕弹等 导致超过3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在冲突爆发之前 以色列警察与巴勒斯坦人 已经连续几天爆发冲突 自5月7日 以色列警察与刚刚完成祈祷的巴勒斯坦人 发生冲突以来 已经有至少200人受伤 关于巴勒冲突再起的问题 许多国家发出了声音 但各自立场不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 他将努力联合包括 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阻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 采取恐怖行动 事实上 近几年中东战场上 都有土耳其的身影 暂时还不清楚土耳其 此次是否真的敢介入 巴勒局势 同时伊朗近期开始与 苏迪沙特开始接触 土耳其死灰复燃 美国撤军 伊朗结榜和巴以冲突 都会改变中东的局势 美国对此事的态度成为了关键 当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表达了拜登政府 对巴以局势的担忧 后来白宫再次谴责巴勒斯坦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行为 要求哈马斯立即停止以缓和局势 但以色列却并不买账 反而对美进行了公开警告 拜登政府不要对此事进行干涉 务必保持距离 很明显 以色列还想招惹中国 就在前几天 美国雷神公司 就从以色列购买了铁穹拦截导弹 并积极向台军销售 岛内正受到解放军远程火箭 密集攻击的威胁 铁穹将是台军 急需紧急准备的装备 特别是这次铁穹的拦截速度很高 未来行情看长 尽管以色列从来没有在平面上 和岛内进行过武器交易 但私下的交易却相当活跃 而且经常通过美国的代理人转手 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 不管用什么手段对台进行军售 都会助长分裂分子的嚣张气焰 危害中国和平统一 损害中国利益 金一南曾表示 不能只救其他国家 对台军售表示不满 对于中国人来说 报复意识是最薄弱的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进行报复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一改包容的作风 要以严厉打击 让这些可恶的人不敢再犯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欢迎点赞评论 说出你的观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